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老黑频道 咱们再关注一下西安吧 西安现在是封城了 这座古城按下了暂停键 我们先看看一个网友发的视频 瞧瞧看一看 这都是12月23日凌晨 西安全域封闭 市民紧急采购生活物资 菜市场10分钟被抢空 紧急全域封闭的前夕 看看这是整头猪 整头猪往家里扛 菜市场10分钟就抢完了 西安 其实西安这个城市我去过 我对于这个城市还有点感情 我特别怀念西安回民街的 那个什么烤全羊最好吃了 这辈子吃不到这么好吃的烤全羊 好咱们就不说美食了 咱们就看这个疫情 咱们就是结合一下一些新闻 中国孤独因疫情按下暂停键 市民称不怕病毒怕管制 这是西安的 是叫什么 我也忘了什么名了 现在是西安 现在是12月22日下令1300万居民要呆在家中 禁止不必要的外出 这是今年以来中国在千万级别人口城市采取最严厉的防疫封锁 好你要说感染人其实没多少 本轮疫情中有227人感染 227人你照我的观点来看 这就是一场大流感重型感冒 但是非得也上个上线 比数字更让人担心的事情 当地官员称该是出现隐匿性传播 形成一定规模的社区感染 你看家庭 每户家庭仅允许每天 每两天派一名家庭成员外出采购生活物品 这一措施几乎等同于去年武汉刚刚爆发不久的管控的力度 突然封城 这是突然封城 什么73例本土 什么63例是在西安 什么无症状 什么有症状 我吐槽 我也不想吐槽了 他动不动就想说是什么 什么境外输出还什么12月4日一驾 从巴基斯坦入境的航班鞋 呃旅客携带了这个这个这个啊 高度通员甩锅 什么甩都可以 另报道已有9300多名啊 确诊病例和2.1万名 就是说次级接触者被隔离 嗯 还刻不容缓的采取这个措施 是啊混乱啊 多加超市人满文患啊 牛奶蔬菜生鲜一扫而光啊 啊我的个人观点呢 待会再说啊啊 这是另外一个媒体啊 VOAVOA是一个左派媒体啊 但是国内的新闻呢 啊咱们就暂且先看看看他怎么说啊 呃我觉得这些都是在带风向了啊 其实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在带风向了 虽然我说的话 可能很多人跟我观点都不一致 因为现在媒体大家都没有感觉到这个媒体 其实都是被掌控的 包括这个VOA啊 搞得这个神经兮兮的啊 这个为何百人染疫就封城 看看专家怎么说啊 我们看看专家怎么说啊 是因为啊多区出现隐匿传播啊 源头不明啊 就因为这个隐匿传播吗 啊 因为这个源头不明吗 啊 还有包括这个 包括健康马路崩溃故障啊 手写失明制应急啊 指责西安当局无法查清传播链之外 大规模排查啊 这个检测结果造成系统当机啊 民众无所适从的混乱啊 直到周三这个乱象都没有见到明显的好转 然后确诊病例却不断的上升 随着年末移动的人潮不确定性 西安才选择了紧急封锁的升级措施 那好了 其实我刚刚看了很多 我希望大家不要被这个带风向了啊 不要觉得听风就是雨啊 觉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没这个必要啊 没这个必要 从两点看啊 第一点就是说在这个经济上啊 这个隔离啊 是有没有生意啊 啊 要隔离就要不断的去查你的鼻孔啊 不断的去检测啊 不断的检测就会产生不断的就是很多的费用都出来 包括那些啊 马上过年了吗 快过年了吧 圣诞节啊 圣诞节可能也没什么人过了啊 凡是 啊 进出西安的 要知道西安它是西北地区啊 就是中国中部地区最大的这种枢纽啊 你不管说再往西啊 兰州 新疆啊 再往东啊 郑州啊 这一条线啊 往南往北 包括往四川走啊 那都要经过西安 西安是一个重镇 那么 来往的乘客啊 很多要在这地方中转 OK 要中转可以 隔离 生意来了 隔离 夫妻俩还要两个房间隔离啊 本来一百块 那搞链的事情要两百块 那可能隔离一天费用不止两百啊 那住宿的是什么环境啊 那是人呆的地方吗 然后一系列这个产业链啊 还有一个就是要从这个政治角度去考虑问题啊 政治角度是要干嘛 是要维持稳定啊 我说多少遍了 可能很多人都不信啊 觉得总是从这个医学的角度来看问题 其实重点 重的重点就是说 大家不要从这个医学的角度看问题 要从这个政治和经济的角度看问题 你就看明白了啊 这都是生意啊 包括在欧洲 我都说了啊 那些厂啊 生产商品啊 政府啊 帮你推销啊 媒体啊 帮你带货 银行呢 给你印钞票 老百姓看似免费 实际上那是资产缩水 货币贬值 哎呦 说到耳朵都起茧了 说的这个嘴巴都干了 有几个信呢 也不信啊 我这种论调呢 也得不到油管的推荐啊 没办法 看看现在欧洲啊 很多地方啊 白天上班 晚上呃上街啊 白天工作 晚上抗议啊 就是这么一个 折腾 折腾 海里在折腾半年啊 不管是中国折腾 整个全世界都在折腾 你能怎么办 慢慢熬吧啊 熬完这个冬天 再说啊 希望明年开春 能够出现好的事情啊 首先政治上稳定了啊 可能在这个地方能够慢慢能放开了 你还得要你说服人家 这个东西 这个 这个生意啊 都是垄断的生意 谁愿意轻易的放开啊 真的不是那么轻易的放开的啊 只要他们不管 马上就是繁荣 他们管什么 那什么就完蛋啊 哎呀 好像说了很多 又好像什么都没说 好 先说这么多吧